库里曾经在夏洛特的职业业余巡回赛上上演过一段传奇 这项赛事卧骨藏龙 邀请了许多职业球员和业余高手 当然也包括那些未来肯定会进军NBA的天才 那项赛事中就包括了怀特赛德 比勇博 伊斯梅尔史密斯和安东尼·莫罗等未来NBA的好手 当然也包括了新二代斯蒂芬和赛斯这对兄弟 因为父亲名声在外 所以斯蒂芬·库里在场上被对方重点照顾 然而库里完全不惧强敌 莫罗还记得 库里下半场回来之后得了差不多40分 他当时的打法就和后来在NBA打球一样 全场对方都在紧逼 但库里完全不怕 莫罗说他印象最深刻的是 在后戴尔·库里走到儿子面前告诉他 从现在开始 你就要像今晚一样打球 不用担心投不进 也别在乎别人怎么说 库里记得 那是他刚打完大一赛季 当时还是2007年 这场比赛也给库里充分的信心 那他的大二赛季 他的得分天赋更明显地展现了出来 2008年 库里在NCA首轮淘汰赛 面对篮球名校刚扎家大学时 狂砍40分 其中下半场独得30分 他所在的戴维森学院先翻强敌 库里也一夜走红 他不仅有着天生的得分嗅觉 更有强烈的表现欲 比赛最后一分钟 库里射中一记决定胜负的三分球 进球后的他在回房时 指着观众席的父母 表现得十分兴奋